去灌爆馬英九的臉書 可以罵他 罵得向他不斷的回應 甚至回應到處大家都覺得說 你對付馬英九呢 就是要這樣拚命的罵他 他就會有回應 那這個是優點還是缺點 請問 我覺得是看你從什麼角度去看他 不過藍軒剛剛講的這些詞 劉偉 我如果很簡單的講 就是第一個宋權謀 第二個 他是不是應該屬於上一個世代 用更重的字眼就是 是不是應該被淘汰了 不要再回來這一局了 這個時代可能不是屬於他了 藍軒的意思講白一點 是這個感覺 我覺得他有可以貢獻的地方 但位置不見得是在這個位置上面 那你會不會兩個還沒想 還有什麼 宋權謀 馬呢 馬無能 菜不行了 我覺得這個國民黨 是一個很成熟的政黨 所以不管他過去很多制度 我覺得不能全盤否決 就像為什麼我一直說 這個假的國民黨 我一直把吉普松說他是假國民黨 為什麼 國民黨優點他全部不用吧 是不是 就像等一下說他出國 這是出國的問題等一下再講 那這些優點是不是真的那麼邪惡 真的有世代的分別 不會的 如果宋楚瑜那麼邪惡那麼全謀 他在省政府的時候 幹得跟狗趴在地上一樣 累得半死 他有全謀夠嗎 沒有 可是我覺得這是叫政治能力嘛 不是 所以這都一定要去區分 留下好的 然後有些部分 我覺得老百姓的印象當中 覺得屬於不好的 老國民黨優點是不要的 所以我剛剛沒有說 我說我是很重要的去形容 宋先生的政治能力 我只是說每一段不同的時段 他擔任的職務他都有很特殊的表現 即便現在有過去所謂的外省的那些長輩們 不喜歡宋楚瑜 可是不要忘掉了 如果當時那個情況繼續下去 台灣會有進步的機會嗎 如果不是宋楚瑜能夠堅持的 那樣的一個任勞任怨 去說服這些老代表 也被罵出來啊 對不對 他就要任怨嘛 他如果不是秉持的當時國民黨那種 那個時候也在改革 不要以為國民黨沒有改革過 老了國民黨是很成熟 但他與時俱近嘛 宋先生到新聞局長 到這個省政府當省主席後來選 他那個得是白老鼠啊 全民普選他得是白老鼠 他也很善盡其責嘛 現在他要選總統了 假設他真的當選 我也跟各位報告 他絕對是一個新的總統 絕對不可能說 哎呀 他是國民黨訓練出來的人 他永遠就是國民黨那個做 不可能啦 他如果還不能改變的話 今天他不會提出很多看法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常常覺得說 你是不是很不贏呢 為什麼很不贏啊 我都有時候覺得說 他是不是過動耳 他每次遇到一個什麼事情 他就會在想說 我如果是怎麼樣的好玩 我會怎麼做 所以為什麼剛才有人說 我第一次7月14號提出很多看法 不是在一天想出來的 而是每天都會遇到問題 所以他為什麼會對一綱一本 然後台北市北美機機社提出問題 但是我要對台北北機機機社 提出一個很悲慘的一個人 叫做丁局長 他上任的時候是被賦予說 捍衛這個北美機機機社 怎麼一想把它換掉 我請問你 教育部台北市政府 你怎麼溝通協調的 現在不是沒有審政府的問題 而是我們的政府單位 個額單位從來不協調嘛 你們接下來剛才 先生有講說 你們連署是什麼 直銀店啊什麼什麼 沒有剛才 你們接下來這次會用什麼 我再講 因為這個東西還在 還在做最後的確認嘛 先生跟我講是2000年的時候 我們是有透過某一個 這個直銷的這個單位 那他們很熱忱 我們也沒有說 那個要花錢的 因為你隨便搞個銀印的 那個時候銀印是三塊五塊 對不對 銀印紙 然後叫那個不是很簡單 要放人家刻圖章這樣 對不對 你們接下來是全省各地擺攤嗎 那勢必是要轟弄一下 是嗎 一定要擺攤 否則你知道要幫人家刻圖章 引印然後身份證引印貼上去 因為那個功夫很大 所以他們在抱怨 其實是有道理 因為其他兩個黨 就已經現成了嘛 那他們要一張一張去連署 一個人一張 怎麼會 還有一個小事情 我們就開玩笑這樣講 假如說 我再講是以我啦 不要講 別人會 我們副總統是劉文雄 結果才上我去領表 嚇我說對不起 那個人被車幹掉了 我那副總統我可不可以換人 不行 我不曉得 沒有人說清楚啊 我是不是一定要有候選人 那我的副總統如果是劉叉叉 出門被車撞死了 對不起 我那個剛才寫的是劉叉叉 他剛掛掉了 我現在可不可以換卸叉叉 怎麼辦呢 其實剛剛就是說 對不對怎麼辦呢 屬於在別的台報 接受訪問其實也有蠻多抱怨 你可以理解啦 因為那個工程真的浩大 你說1993到1998 他做了省主席省長 那十幾年間 那大概有十幾年間吧 八年間吧 六年八月 那些年 其實現在回頭看 已經十幾年過去了 沒錯就是說 那個時代的宋楚瑜 那真的是光芒 絕對不輸給現在的馬英九 可是我常常笑一句話 你知道我們以前在學校裡面 常常說江山帶有才人出 在大學的話各領風騷四年 台灣的政壇各領風騷三十年 你知道宋楚瑜1972年回國 馬英九1981年回國 差不多差了九年 那你知道宋楚瑜的全盛時期 後來馬英九一路一路這樣追過去 他今天也許會不服氣 昨天接受 反正最後有一句話 他其實是很幽默 他說搞不好到時候 馬英九自己來找我 說搞不定了 就是說你來選好了 我也不反對 最後那個回馬槍 好可沒有 因為我們想說確定 最少會有三組 沒想到他竟然抱了 佩芬姐剛剛講的那句話 對 他搞不好馬英九來跟我說 還是你去吧老宋 對 當然以國民黨來講 蔣佩芬姐跟軍民總長官 國民黨再怎麼樣 國民黨執政黨 不可能沒有候選人 所以這一組我覺得 以後上軍民黨 會不會有四組 五組 不知道 但是如果宋先生的連署 也到了那些 最起碼就可以確認 就是三組最少嘛 文森哥 我想那個王宋楚瑜的名言 他對宋楚瑜的評價就是說 城市未必不足 敗事絕對有 這個印象其實深深落印在大家的腦海裡 然後大內高手 這個是最刻板的 就是說看到宋楚瑜 他第一個馬上聯想是大內高手 那這高來高去 馬英九是沒有他望成莫及的 所以我是覺得選舉剛開始 畢竟宋楚瑜已經 我看他有點像浴火鳳凰 真的 為什麼 你看那公元2000年1999年 這個會整 這可以說啊 包括這個 這個金錢風暴 這一些可以說 如果是一般的政治人物 早就被打趴了 早就淡出江湖 可能都像劉松凡一樣 跑到美國去養老了 可是宋楚瑜你看 他是越戰越勇 屢敗屢戰 包括台北市長5萬多票 他老兄還是聚集在起來 單單這一點我覺得就是 捨我氣誰 這個就是應該要佩服 好 那整個選戰 等於說從昨天開始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面貌 君明你剛前面有提到 對你們來講執政黨 不會寄望說你誰來不來 而是寄望你們能夠端出菜 可是這場選戰我就講 我一直覺得台灣的選戰 長期以來滿潛盤的 就是民眾他不見得真的很認真 譬如你在跟我討論九二共識 或是你在跟我討論 什麼很深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聽 可是你必須要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就讓觀眾知道說 這是我 我就是能給你靠的那個人 你要怎麼樣 在那段時間 你們會怎麼樣去行錯嗎 總統就是在這一段時間 到一段時間 我們其實不是有很短的時間 因為我們有執政四年的機會 今天民眾這邊寫40%肯定馬英九 還有40%我看也不低 因為馬英九疑慮的 這些不是今天才發生的 不是上個禮拜做了一個禮拜宣傳發生的 它是從2008年5月開始到今天 點點滴滴的感受 所以說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把你有的成績單拿出來看 不管宋楚瑜的對手是不是馬英九 蔡英文的對手是不是馬英九 我都不確定他們對手是誰 可是馬英九的對手一定是馬英九 馬英九如果有機會得到過半的支持 就是因為這四年 他所提出來的被人民所接受 未來他提出來台灣的願景 大家相信這條路是會通的 我想這個才是關鍵 所以說與其把心思放在說 誰啊誰啊 然後去跟他做一些工房 比較不如把事情做好 告訴人民說我做的不錯 我未來規劃的不錯 我想這是重點 剛剛文雄雄提到一個 其實我如果以長遠的方向來講 我還蠻仰慕的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 就台灣好像一定要非藍即綠 非立即藍 有沒有其他選舉 這個其實也是我蘇俊斌的夢想 我講真的 我覺得好像台灣 就只有兩種顏色可以選 不竟然這樣子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到為什麼 奇怪我天生就對藍色特別有偏好 因此我支持國民黨 不是嘛 我特別就是喜歡綠色的 像藍燼今天穿的衣服 所以我就支持民進黨嘛 也不是嘛 重點就是說 他中間有一些核心價值是不同的 那個核心價值是 對於國家未來的方向 所以當然跟九二共識有關啦 你對中華民國未來的想法是什麼 你是不是要主張獨立建國 即便你現在不敢講 你是不是要主張建台灣共和國 或者是你現在尊重我們的 中華民國憲法 這是關鍵啦 因為這牽涉到未來的兩岸關係 這牽涉到兩岸關係 以下的兩岸經貿 還有我們的全球經貿佈局 這怎麼會沒有關係 所以這東西 如果今天民進黨講出來說 我其實啊 我蔡英文也認同九二共識啦 我們也是希望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尊重啊 台灣就沒有藍綠啦 為什麼 因為這一部分一致之後 憲洪兄最關心的 就是你對於環保問題 你有什麼看法 你對經貿問題有什麼看法 你對教改問題有什麼看法 那一些議題就會浮出來了 可是因為今天的兩岸的問題 或是我們對中華民國 定義的問題壓在上面 所以真正的民生議題出不來 這就是所謂的藍綠 我覺得這部分的話 如果有辦法取得共識的話 台灣還有很多對話的機會 會更健康一點 我跟你講其實受害最大的某種程度 是我們啊 我有一套高爾夫球服 是藍色的 我有一套高爾夫球服是綠色的 我還有一套是橘色的 那很好啊 結果最近這三套都不能穿 不是我就要穿有很多顏色的 就是怕你穿著哪一套 跟大家說喔 結果現在就搞到要穿到不同套 不要人家傷腦筋了 現在國民黨穿白色 然後民進黨穿黃色 對啊 我以後都穿彩色了 該怎麼辦呢 就只能這個樣 可是如果這個問題一直往下走的話 你說未來選戰是一個權勤改制 劉偉 其實對你們來說時間有限 對 對不對 時間有限 怎麼辦 沒有我想宋先生也在測試吧 所謂測試也不好這樣講 就是說人民那個柴火 到底又不願意丟進來 那丟得夠不夠 宋先生在看這個東西嘛 那宋先生好或不好 十年前或二十年前 大家就有定論了 也不必再賦予他什麼帽子 他就是一個宋楚瑜 你說喜歡他的人不喜歡他的人 也差不多定案了 可是這段時間來 我想我也不必再用辯論的方式說數字怎麼樣 你提有利的數字 我們也可以提一些很奇怪的數字 一看也有問題 所以現在是人民怎麼決定 九二共識 我說實話我們自己了解 一中各表的問題 但是 討論兩岸的人可能了解 一般民眾不管你什麼九二共識 也不管你是誰你是男士綠 我很清楚的知道 不要說手投足 四十歲以下的人就會告訴你說 我到底有沒有職業 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到底可不可以有一個 三萬塊以上的一個機會 這個問題才最重要 各位不要忘掉了 這些人是現在最大的投票主力 如果有哪一個人想參選的人 說不清楚這些的話 是得不到選票 劉委員剛才你有提到 剎車的問題對不對 憲宏蠻訝異的是 怎麼會從主戰派的劉文雄口中 會聽到還有沒有剎車機制 因為如果說大家講這場選戰 其實在11月中就是登不登記 可能就已經最起碼 宋這個問題就已經會解決的話 如果前面連署 宋總會已經正式宣戰了 就是要連署了 碰碰碰碰碰 弄了半天 然後到了11月中 然後不管說連署 假設說是60萬或70萬 他可能就說那算了我不玩 那親民黨那些小雞呢 就也不是 也就突然會變得好像 有沒有潰不成居的感覺 小雞不知道母雞在哪裡 你們會不會有這個困擾 就我的意思說 就藍圈剛剛講的 你一代已經下去連署了 好像是就一直往下走啦 它就會變成這樣 我意思是講說 第一點我們是做 我們該做的事情 第二點我不能說全謀啦 我如果說宋先生會插車 那絕對有很多人 不會願意拿他插車 甚至於把他那個 插車那個碳板 就把它拆掉了 所以說 那一句是你拆的 所以我都會說 要甩尾 我會經常發現說 我怎麼講的話 好像跟著宋先生的想法 其實到後來發現 其實不是 其實這個反而是在 促使大家 掐把勁 如果拿他插車還得了啊 好 誰願意讓他殺車 大概現在只有馬英九 或是金副聰說 趕快殺車不然就完蛋了 可是很抱歉 除了這些人以外 就後面一直推車 民主機場會丟柴火進來 我跟妳講 對 停停車 OK 好 從昨天開始國內的選戰 完全不同了一個風貌 宋徐在昨天在節目裡面 甚至宣布 他要參加這一場的選戰 民眾會怎麼樣 我覺得不管是馬 蔡 宋 所有人 民眾眼睛都睜大了在喬說 從昨天開始端東西出來 給我看 我才知道未來該給誰 OK 今天非常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 您的收看 接下來請鎖定新聞 追追追 謝謝 謝謝 謝謝